8月7日 奥地利宣布逮捕了两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嫌疑人 泰勒斯维夫特本周在当地的巡演 险些成为被袭击目标 当天晚些时候 斯维夫特方面宣布取消维也纳的三场演唱会 奥地利公共安全局局长弗朗茨鲁夫表示 两名嫌疑人中的一名19岁主犯 已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可能准备发动恐怖袭击 并且这名嫌疑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斯维夫特的演唱会上 据信 这名奥地利公民是在互联网上变得极端化的 作为时代巡回演唱会的一部分 斯维夫特原计划于本周四五六在维也纳举行三场演唱会 有关巡演受到恐怖威胁的信息 源自美国情报部门 并被传递给奥地利政府和欧洲刑警组织 尽管受到伊斯兰国的启发 但调查人员不认为这次的阴谋由该恐怖组织指挥 请不吝点赞订阅